作词 李宗盛 平凡的一生 是爱过一个恋人 你不停不停找寻 只为他有个安慰 有些人留下的 足以感动一生 有些人留下来 孤独承受 Oh 老板 Oh 老板 如果有下辈子 我还要做你的耳语 Oh 老板 Oh 老板 感谢你给了我 一个温暖的家 我的老板 我的老板 我告诉你沙头 你趁小别跟我打老太太的房子的主意 我告诉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田浩鹏那死鬼妹妹 死了都跟我作对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来 江秋风 你说还给我注意点啊 我是看在你是想拿舅妈的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这些 但是下一次 你要是胆敢再跟我说没那一句 你别过我跟你不客气 你走吧 以后不要到这儿来了 但你放心 你说的那些事啊 我傻子我不会跟你争 好 你记住你说过的话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谁啊 舅妈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坐 小娜 你说你来上海以后 我和你舅舅对你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你说你来上海 什么都不会 舅妈给你安置了工作 手把手地教你 把你当做亲闺女样带 你爸爸是一个粗人 他不懂事 你可不能跟他学呀 舅妈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 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看 我跟你舅舅下岗以后 那好不容易攒了点钱 开了一家咖啡厅 那挣的都是辛苦钱呀 现在就因为你辞职了 店里的生意也不好了 你外婆又要改遗嘱 这让我们连个退路都没有了 外婆要改遗嘱 怎么改啊 她要把那房子分给你哥和你 小娜 你说你是个好女孩 你说你好意思要这房子呀 你就忍心让你舅舅舅妈 睡那马路啊 舅妈 这你放心 你们不会睡马路的 再说了 我外婆现在身体挺好的 改什么遗嘱啊 是啊 你有一个父爸爸 你怎么能体会到百姓的疾苦呢 要不索性 你就别跟我们蒸房子了 我今天把话都说到这儿了 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 本来我给你舅舅认你 就是给你们面子 你们不要不失好人心 恩将仇报 把本来不该属于你们的东西 也要拿走 舅妈 我跟我哥哥 是外婆的亲外孙 如果真分遗产的话 我们俩拿那也都是应当的 你对我们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恩不恩 抱不抱的问题 希望你以后也不要说这样的话 你赶紧走吧 你个小四郎 白眼狼你 你骂谁呢 骂你 就骂你白眼狼你 白眼狼你 你走 你小四郎你 白眼狼你 我搞这样这样的 不知道你就得认你 还给你 是我跟你发公司 你呸你 白眼狼你 你发现不是人 我告诉你 你等着你 这笔账目早晚要算 我告诉你 我说话算数 白眼狼 你可以去跟你 有有没有 transactions 運用的 是 你 profitable 你完全就是 你以为我 你 不是 有和我 走 你 哥 他 这个 valuation 监睁 他 你 你 不是 那谁欺负你了 舅妈 好 那先这样吧 我会告诉她的 再见 蒋绣芳怎么说 说小娜特别地抗拒 也不想认识男孩子 对她描述的新生活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就知道这样不行的 那个贾绣芳 能办成什么事那才怪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也不能一直这么晾着呀 晾着晾着 不就凉了吗 要不我再去找找贾绣芳 看看她 还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文婧怎么样了 老样子呗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一个星期都没出来 这样也不行啊 憋出病了也怎么办 她那是新病 紫诚来了 什么病都没了 胡闹 那是她哥哥 他们俩是不可能的 小娜 爸爸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不会是想让我放弃外婆的遗产吧 为什么呢 我们凭什么要这样子 舅妈这么欺负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退让呢 你没有见到她今天对我是什么态度 那话说得特别难听 再说了 外婆的财产 给我和哥哥 那也是我们应当所得的呀 为什么非要给舅妈呢 不可以的 晓娜 是吗 是吗 那比财产本来就跟咱们没啥关系 我们到上海来是为了找你外婆 不是为了争什么财产 不是咱的钱 咱就不能要是不是 我可以不要 但钱绝对不能给像舅妈这样的人 你想想啊 你舅舅舅妈这么多年来 一直陪着你外婆 是 你舅妈呢 挨脚 小气了一点 但是 你不能跟她比呀 晓娜 你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 胸盆应该宽一点 你说你到了这儿来 怎么骗她小心眼了呢 我没有小心眼 你别这么说我行吗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这个钱 但是 你可以这么想 如果这些钱 能够帮着你舅舅舅妈 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 能让你外婆多消散几年 你说 这不是好事吗 你不愿意做 为了外婆 我什么都愿意做 这就对了嘛 现在 你能帮着你外婆 帮着你舅舅舅妈 度过一个难关 干脆这个钱 咱就不要了 好不好 我不要可以 那哥哥呢 哥哥现在正在创业 他需要钱了 子澄这孩子我了解 他是个男子汉 你不爱博他钱哪 我估计他博要的 你看你看你看 你别看我 你还是小心眼 说好了啊 能答应爸爸吗 能 好 好 帮闺女 外婆 我们不要房子 我跟我哥哥是一样的想法 把遗嘱改回去吧 小娜 小娜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我要一视同仁 外婆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们真的不想要房子 好了 不说这个了 不说这个了 走 陪外婆看看我的兰花去 有一盆啊 都快开了 走 走 这个老太婆 你说什么呢你 对了 只要他们俩认了陆远善 他们才会跟我抢房子了 我说你在琢磨什么呢 我劝你啊 不要白费心思了 上次你要给想他介绍的男朋友 就已经让他很反感了 那是他没见识 有句话说得好 有减入奢义 有奢入简难 要是你外甥女儿 习惯当大小姐了 恐怕连你这舅舅也不想人了 对 我再把他刺成叫声 小娜 我说是你舅妈呀 是这样的 你看咱们咖啡厅的宽带 不是用你身份证申请的吗 现在该续期了 你看你有没有时间 给送来一趟 那好 那就明天下午 你我我 子晨 我是舅妈 子晨 明天下午小娜 他们都到咖啡厅来玩 你也来吧 你舅妈跟你说什么了 让我明天去一趟 她有事儿啊 我觉得是借口 你说她那咖啡厅都要关门了 莫名其妙的说什么要续宽带 要用我的身份证 还是去一趟吧 做事情也要善事善终 不管怎么说 咱们不还是亲戚吗 是啊 我知道 我呀 就是有点烦 好了 好了啊 别烦了 你出空还得去看看 你外婆去吧 你说妈妈这些亲戚 除了外婆我想见 其他的 真的 那太好了 不 我明天都有空 好 那就明天下午见 怎么样 甲修方安排了明天下午 跟小娜见面 真的 是 太好了 是啊 我就知道了 来了准备好事 小娜 小娜 你给我十五分钟 我给你讲个故事 如果讲完了之后 你还要走 我不会再拦你 好不好 我来这儿不是听故事的 连你妈妈的故事 你也不想听 你是想要跟我讲讲 当初你是怎么抛弃 我妈妈的吗 我和你妈妈相爱过 我们之间 不只是有憎恨背叛 你就不想多了解她一点 好啊 不过我只给你十五分钟时间 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说我 那个时候的我 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 你大概能理解那个年代 因为家庭的问题 我被下放到 内蒙古牧区 本来在那之前 我已经对自己的人生 有了完整的计划 可是父母被打倒了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那本来是我人生中 最灰暗的日子 但就在那个时候 我遇见了你妈妈 谢谢啊 是陆远山吗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指导员派来的 她说今天队上 会来一名大学生 而且还是学兽医的 谢谢你啊 请问你怎么称呼 我叫田美娜 我也是一名兽医 去年我从华农 被分配到这儿来的 我在这儿都等了你 可四个多小时了 是吗 真是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辛苦了 没事 我们赶紧上车吧 好好好 我自己来 给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来 赶紧穿上吧 这个地方可冷了 好 谢谢你 好 走 我们要走多远的路啊 坐马车要两个小时 然后再走山路走半天就到了 如果你不来接我 我就惨了吧 就是 我可告诉你啊 这里经常有狼出没的 一不小心就会被吃掉 哦 哦 而且 这里方圆百里 还见不到一个人 很容易迷路 这要是一迷了路 可就更危险了 我看这天都快黑了 我们会遇到狼吗 你还当真了 我跟你开个玩笑罢了 驾 孩子 要说飞快的鸡 是我们草原的马鸡 你跟我说那么多 不非就是想告诉我 当年你跟我妈妈 是真心相爱的 可你们那时候那么相爱 你还能那样 人心地抛弃我妈呢 不管你讲 多么动人的故事 我都不会原谅你 晓娜 你怎么就这么倔强呢 我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和紫诚身体里都流着我的血 我现在没有别的目的 我只希望能够得到你们 一点点原谅和承认 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过去的事情 不可能再改变 我不能 你也不能 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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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我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和紫诚身体里都流着我的血 我现在没有任何目的 我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你们 一点点的原谅和承认 除了我们草原餐厅 柜网站还有别的客户吗 暂时没有啊 你要不帮我泡泡业务吧 我没这心情 怎么了 还在为遗嘱的是烦心呢 我今天又见到 陆远山了 他跟我说了一些 关于给我妈妈相爱的事 那然后呢 什么然后呢 我拒绝了他 我当时 我看他挺伤心的 其实我心里头 也挺难过的 我 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 这件事情 我不敢有一丁点认他的念头 你明白吗 嗯 我不想让我爸爸不舒服 不想让他伤心难过 因为我觉得 那样做是对他最大的背叛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沙叔叔是个讲道理的人 他肯定会理解你的 他不是一直说 你可以自己做决定吗 你应该遵从你自己内心的想法 那也不行 那要不要去问一下子诚 毕竟你们是兄妹 两个人在一起商量 会不会好一点 哎 我提醒你啊 这件事情 不能让我哥哥知道 我一个人难受就得了 我也不希望 他跟着我一起难受 你刚刚说怎么弄来着 刚刚才我收到哪儿了 我都给忘了 喂 文婧 我想见你 你在哪里 哼哼 子诚 什么事 你们都知道了 你们都知道了 要不然你不会是这种反应 你们都知道了 就瞒我一个人 你 什么事啊 我都知道了 陆远山 他是我亲生父亲 子澄 他是他 你是你 为什么老天 要这么惩罚我 我已经没嫁了 看那一笔 我知道自己亲生父亲 是个卑鄙小人要好 怎么 你说话呀 你不是很能说吗 你那个 为大慈爱的父亲 就是残忍 把我抛弃的那个人 这真是无巧不成书 子澄 你是在讽刺我吗 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结果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我爸爸 他对我好 还是我的好爸爸 忍贼做父 我认的爹是贼 你认的是什么 子澄 子澄 别走 对不起 你没错 你说得都对 文婧 我祝你和你那个好爸爸 一辈子心不快了 子澄 你说什么呢 什么一辈子 你跟我才是一辈子 我跟你 我们什么关系 我们是兄妹 子澄 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只要你还叫那个人爸爸 那就不行 你为什么要拿 上一辈子的恩怨来惩罚我 因为我们两个人 不是一个阵线上的 因为你不觉得他的行为可耻 我恨他的时候也爱他 如果我们两个人为敌 你想着谁 可 我们从来就不是一路人 陆温家 你好自为之 子澄 王子澄 好 高云大 你这是干吗呀这是 准备搬走呀 你搬哪儿去了 马上都要嫁人了 肯定得搬出去住 给你好 嫁人诱了 这是好事啊 那什么 我这当哥子应该 跟你买几件金手势 我不能让我妹子 就 就这么出嫁吧 我这嫁出去了 就不会回来了 以后 咱们也不可能生活 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那 那 那有什么呀 你要是想吃手把肉 你随时可以回来 再说了 咱们餐厅不是 马上要开张了吗 咱们也是天天要见面的呀 你这是干吗呀 这是 这出嫁是好事 妹子 你跟阿嬷说什么这事 高明别难过了啊 再说 那老夏人也不错 是不是 你没有想要留我吗 你这都要嫁人了 你这都要嫁人了 我干吗要留你啊 是你赶我走的 我没有想嫁人 我想过了 我这辈子 就守着你了 可是你硬把我往外推 我没办法 我才决定嫁给老夏的 妹子 你别说这个啊 人与人之间呢 是有缘分的 可能咱俩之间就 就没这个缘分 我祝福你们 行 别愣着 来来来 来来 我帮你一起收拾 来 这些衣服是不是都要装箱子里啊 我帮你一起收拾 来 这些衣服是不是都要装箱子里啊 你担着 这也不是个事是不是 说实话 我都出嫁了 阿嬷肯定高兴 你说阿嬷高兴 我们都高兴 怎么了 妹子 你看你 这都要出嫁了 你干吗呀这是 阿嬷 不哭了啊 小娜 小娜 不好了 怎么了 四肠全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就是我爸是他亲生父亲的事情 他看起来很受打击 然后一个人跑掉了 他没来找你吗 没有啊 是陆远燦告诉他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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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除非是今天在咖啡厅 我跟那个人见面的时候说的话 被他给听到了 我跟他说是陆远燦的事 你跟我们说是陆远燦的事 你怎么会有事 你先别担心 我给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吗 喂 哥哥 小娜 有事吗 没什么事 这不打个电话 问问你干吗呢 你是想问我还好吗 陆远山的事我都知道了 我现在准备睡觉了 没什么事先这样吧 我明天还要去疗养院 得早点睡 他说他明天要去疗养院 要早点睡就不跟我聊了 那明天我也去到疗养院 看看情况再说吧 我还没死呢 这个家伙轮不到你做主 我就是死了 两个孩子也轮不到你做主 你凭什么拆穿小图的身世啊 谁给你的权利 妈 您别发火 那个秀芳她也是好心吗 好心 什么好心哪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点小把戏啊 你不就想办个阔老当亲戚吗 我告诉你 我们天家做不出这种事 你要是想抱着那个陆远山的大腿啊 就别进我家的大门 莫莫 不是这样的 我是看他们父子失散多年 那个相识不相认的 挺可怜的嘛 你还知道可怜呢 你除了甜还知道什么呀你 放糖 还有生姜东西小的 但是王家自成他不爱吃特别甜的 是啊 你不要给他做的太甜嘛 那你说该怎么做呀 那你说该怎么做呀 还有辣椒啊 还有尤其 还有干扁的 干辣椒 对啊 对啊 你还是要放点辣椒的 你家就是又爱吃这个 许晴啊 许晴 你快看看 谁来了 你快看看 谁来了 晴晴 我 沙头 我是怕她看得我不高兴 我是怕她看得我不高兴 走 走 走 去吧 哎呀 你看到我儿子都吃了 你可我 说什么 咱们家里喝了 你可不要呢 这招呼 去哪儿 好 咱们aba 我先去哪儿 许琴 我是沙驼 你不认识我了 沙驼 许琴啊 许琴 许琴 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啊 许琴 沙驼 你又来干什么 不是说好了你不要来这里吗 万一受了刺激怎么办 王强 你别着急啊 沙驼啊 刚才跟许琴谈得蛮好的 许琴也挺高兴的 别着急啊 她好像真的不记得我了 这个紫辰肯定喜欢吃 早想小红花鱼 她现在的寄居区变得更差 那些不愉快的事 会选择性地遗忘 医生 再也想不起来了吗 这说不好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件事 会突然刺激到她 她可能马上会全部都记起来 也就是说 她有可能突然一下子又想起来了 那接下来下面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是疗养院 也就相当于病人的世外桃源 她住在这里 所以要是一辈子都想不起她 那些不愉快的事 这也不是坏事吧 你们说呢 陆远山说 每个月 会来付一次账 咱不用她的钱 等我那个餐厅开张以后 又流水了 咱就把陆远山那个钱给她退回去 又何必呢 你不用这样 续琴的事 我有责任 如果不是我的话 她不至于这样 沙驼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担在自己肩上 续琴这个人就是太要强 不管你来不来 自成的事情 早晚会爆发的 人哪 不能做亏心事 不然一辈子过也不去 她今天这个样子 就是这么多年 担惊受怕 累积下来的 其实今天我看她这个样子 觉得这样挺好的 没烦心事 晚上 也不用怕睡不着觉 你们不知道 我们刚刚到上海那几年 她每天半夜 睡着睡着觉 就不见了 我起来一看 看她在收拾衣服 随时准备要搬家 沙驼 其实我们一直 在接受惩罚 梁雅雅的 梁雅雅的 她是个紫玉雅的 那是个人 她是个公司 我现在也要 我现在是个公司的 是个公司的 你怎么会知道 她是个公司的 陆总 我决定辞职了 陆总 冯松来了 进来吧 陆总 我决定辞职了 我知道 其实 我一直在等你 跟我说这些 陆总 我 没关系 从你上次没有答应 调回到项目组 我就知道 这里已经留不住你了 我猜 你是跟紫诚创业去了吧 是 我是这么计划的 好 去吧 我祝福你们 谢谢陆总 谢谢陆总这段时间 在远山集团对我的照顾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 冯松 麻烦你 帮我照顾他们两个 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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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小姐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再给我来一瓶 小姐 您喝的已经不少了 我让你再来一瓶 你就给我再来一瓶 小姐 小姐 您的电话 您好 您好 这里是网氏酒吧 客人已经喝多了 姑姑 你真的要嫁给那个夏叔叔吗 我不嫁怎么办 你爸又不娶我 姑姑 嗯 要不你再等等我爸爸呗 再等等他 我陪你一块儿等 傻丫头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爸说得对 每个人呀有每个人的缘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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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就不管大人的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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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